GPT,現在很多人都說是提高了我們的生產力嘛,對不對? 我先沿著剛才寶博的話講 很多以前要幾十個小時、數個月完成的東西 他可能幾個小時內可以做完 那前幾天我才聽高崇建講說 他本來要把他的那個區塊鏈社會學翻譯成英文 那英文的稿費每個字可能就要2到4塊錢的港幣中翻譯 然後他在睡前把整本區塊鏈社會學的中文放到GPT裡面讓他翻譯 他本來想說睡起來大概會翻完 結果他花個手機一個半小時 20萬字的中文就翻完英文了 就翻成英文了 生產力的提高現在其實是相當明確 然後大家有沒有覺得Web3或NFT好像在過去幾個月內稍稍退潮了 其實我認為不是的 這個AI他比較是屬於生產力的部分沒有錯 但是在Web3的部分是生產關係 他非常強調的是人和人之間的連結 還有他們構成的各種組合 這個是我們今天會碰到的一個部分 Web3比較偏社會關係生產關係的部分 另外一個部分我們剛才都提到生產力 生產關係 有沒有什麼不是生產的東西 不好意思就是藝術 剛才寶伯也講到 眼耳鼻舌身 色身香味醋 這五個 實際上是六根 眼耳鼻舌身 液 色身香味醋 法 液對到法 就是你的腦袋裡面的東西 腦袋裡面的東西 有嚴謹的理論 但是也有抽象的美學的追求 所以大概我們今天來討論的就是 比較偏生產關係Web3的部分 還有比較偏腦袋裡面的思考的東西 簡單自我介紹 我是張寶晨 那寶晨是那個賭神裡面的角色 我先不講 你們可能不在海門看過賭神 本名 因為有時候這個名字出來 張寶晨人家覺得是 什麼奇怪的帳號 所以還是跟各位講一下我本名 然後花了十年的時間念博士 期間都在做音樂的東西 所以耽誤了很多 然後畢業之後 沒多久又遇到這個NFT的浪潮 我18年度 我在那個市政府的辦公室裡面 那個上币案 在币案 KYC 18的時候 然後當年初進去買了以太幣 然後本來想說會上1000美元 然後年底就剩300 然後就當作沒有這回事 然後結果到了20年底 就整個開始報酬 所以整個21年我們姐姐就一群人 和一些朋友就整個調到這個地方來了 然後也就馬上的帶著自己過去的熱誠 和也許不能說是專業了 然後來做了一些跟把加密和藝術放在一起的一些活動和組織 其實繞來繞去 我們今天會講的 甚至大家在web3上面看到的 我覺得在目前為止 很簡單來說其實就這三塊 那我想hypersons的部分是相當關注公共性 然後大家也知道有一些這種整天在炒壁的 炒壁宅 壁圈宅 沒有不敬的意思 實際上這個東西 經濟還有金融的各種模式 其實是和其他幾個面向不可分的 那另外一個部分 剛才有講到比較抽象 文化藝術方面 會是今天講這個非同質化代幣 NFT 比較會focus的地方 那這三個絕對 不是可以分開的 雖然他們不同 那 區塊鏈待會大家會看到 我們不管是整個以太方還是不管是Tazos 其實是都必須靠非常多點的節點之間的運作 大家彼此形成共識 才有一個生態系 那我接下來很簡單的講一下 我理解的區塊鏈原則 因為我知道大家是 這個這邊是子宮系 大家這個在技術上絕對是沒問題的 那如同剛才我展示的我的語力 我對這方面是一無所知 只能靠著大量的閱讀來理解 那我很簡單的趕快把這邊帶過 因為我們待會還得有 可能麻煩各位開個錢包的這個流程 那我可能也會丟一些NFT給大家 第一個 區塊鏈我會把它認為說 是針對一些交易和資訊 各個很多節點 電腦依照一些共識來進行編碼 然後成果要告訴整個網絡 那編碼其實是針對我們每一個資訊 每一次交易的資訊 你要把它做出一個跟 跟當下或是此前所有的編碼 不一樣的編碼 因為我們必須跟現實中的交易一樣 我們現實中的每發生的一件事情 其實都是新的 然後都被有紀錄在案的 這是編碼 但是編碼完之後 誰來記下這筆帳呢 你得有個共識嘛 我們這些想要整個教室 這些現在可能40個或30個人 正好是30個節點或電腦的話 我們是不是根據某個共識來說 誰可以來編碼和記帳 假如說我今天和寶博有一筆交易 這筆交易是不是要放一個一串的code在上面 然後記下來 這樣才不會重複嘛 那這個共識 它可能可以依照電腦的算力 可以依照你的誰持有這個資金的多廣 來決定說誰有這個編碼之後 把這個上記錄下來的權利 那再來 我們搶先的編出這個碼 我們總是可以獲得一些獎勵的嘛 那 這個待會兒獎勵是什麼 我們待會兒會看到 然後這個編碼的成果 我們必須告訴大家 所以理論上 在這個我們這個多元節點 我們現在假設就是30幾個節點好了 我們構成了這樣的一個 不管是社群還是生態 我們理論上其中一個人故障 或那個loss掉這些資訊 原則上是不會動搖整個我們今天構成的系統 好 那 這兩個我就先不多說了 礦工啊 這些區塊鏈 什麼意思 這個大家可能都已經之前 大家也都聽過了 我馬上就跳進來 根據剛才講的這個區塊鏈的原則 其實可以區分很多的系統 很多的鏈 大家應該多少都有聽過 他們其實也是不外乎 依照上述原則來運作 但是呢 他們在coding的語言 或者是他們想要處理的問題 會不一樣 好比說我剛才說這個編碼的結果 必須要分散到這整個生態 但是傳出去的速度夠不夠快 還有編碼的速度夠不夠快 不同的生態系不同的社群 他可能會面對不同的問題 然後再來就是他們解決這個問題 他們是要用在什麼方面 有沒有什麼特殊的應用 然後我們會因為這樣子 有不同的 不同的鏈 不管是以太方 我們會用Solana還是Tazos Cardano Cardano比較老的一個鏈 我們 我問一下大家有灌Metamask這個錢包了嗎 有齁 有點頭有舉手感謝 有 Metamask錢包的同學請舉手 Metamask 就是一個無理的 沒有的舉手 沒有的舉手 好太好了這樣可以 好 那今天我們 不好意思 不會 Focus在Metamask 等一下我提示一下 等一下我們講到要你安裝的東西 都不要用Google的方式去下載 因為有些同學可能不好意思舉手說沒有 然後自己就趕快去Google 你可能看到第一個推薦給你的連結 可能都是假的 所以非常危險 好非常危險 所以那個 我直接跟你講網址 好不好 Metamask.io 要進到Web3的世界 要至少背五條以上的網址 好不好 這是沒辦法的事 但是這會給你的人生 在虛擬世界帶來很多保障的感覺 I.O 大家記得 好 那這邊是鏈的部分 在每一個這樣子的框起來的這個裡面 其實裡面是有非常多的節點 他們根據一些共識 一些共同的原則彼此在協作 所以這就是我剛才一開始的那個三分的圓餅圖裡面 提到的這個公共的部分 雖然這些鏈最後他們都有發加密貨幣 可能被炒作 就跨到那個圓餅圖的另外一部分 比較經濟金融的部分 不過在它底層的技術上面 其實是依靠非常多節點之間的協作 好 那 剛才有提到 你率先編碼的人 這些人他們是不是要有一些獎勵 因為他們促成了這個生態系裡面 經濟行為的可能性 所以這些人要獎勵 那是不是就要有一些屬於那個鏈 它獨有的一些Token 然後可以證明說你做了一些事情 我給你一些獎勵 那這些Token它其實跟我們現在社會中的貨幣 在某方面的功能是類似的 他們必須要能夠 這個有時候 我一個人我不可能一生只用台幣 我可能也會用一下日幣 用一下美元 所以台幣日幣美元也得要可以互換 所以因為底層技術不同 所形成的不同的鏈 那又因為這些鏈 他們發行的這些流通 就是這些貨幣不一樣 但是他們彼此之間要能夠多少要能互通 所以彼此的這個社群 其實至少在這個貨幣的程式上會有一些重疊 那我們其中的行動者也不可能只拿一種貨幣 所以我們就從剛才圓餅圖的其中一塊 比較基於這個多節點大家協作的這一個鏈的部分 我們暫時地跨到這個幣的部分 大家應該都有 這個是CoinMarketCap 大家可以搜尋看看 我已經忘記這是哪一年的數據了 今天現在不是這樣子 不過這兩天這個視況有稍微好一點 大家看到這個排名 比特幣、以太幣、USDT 這個可以當作一個加密的美金 那這個是比較屬於剛才講的加密貨幣的部分 那加密貨幣它有一個特色 雖然說它現在是依靠這個區塊鏈的技術 不過在這個算數上 其實跟我們的法幣 就是台幣、美元沒有什麼差 共同點是什麼 他們至少可以相互加總扣減 所以是可以輕易計算的 他們值上面 同一個代幣值上面是一樣的 你才可以去計算差異 那只是不同的地方在於說 這個加密的同值化代幣 我們講這個因為值是一樣的 它可以發行者自己駐照 不像這個法幣得有央行 還有國家的權利來確認 那也因為這樣它容易計算、容易發行 所以它比較適合用在經濟、金融行為上面 然後可以消費、買賣 那一個特色就是它是一個Fungible Token 它是可以同值化、比較方便計算 可是我們接下來進入原品圖下面的非同值化代幣 大家NFT 大家可能都聽過 NFT是什麼東西 其實我們用一個簡單的問題來看 今天我如果手上有一張100元的鈔票 然後我想要跟你換1000元 注意喔 我不是用10張100元的鈔票跟你換1000元 我是用一張100元的鈔票 會怎麼樣跟你換1000元 怎麼弄呢 假設喔 看一下這個100元 100元 100元這邊右上角是有編號的 這個編號其實是每一張鈔票上面不一樣 大家假設想一下 假設那個編號是0714為數 是我的生日或你的生日的話 這張鈔票對你來說可能就別具意義了 那這個時候你的眼光 可能就聚焦在那個0714上面 而不是面額喔 而不是100或1000 這時候如果持有一張100塊的鈔票 上面的尾數可能是你的出生年月日的時候 你會不會覺得這一張鈔票可能超過100元的價值 好今天我們把這個尾數 上面這個是編號是數字嘛 我們把它換成隨便喔 一個皮卡丘的圖案 一個被被挖的圖案 一個你很喜歡的圖案 一個對你來說很重要的icon 的時候 鈔票的這一張鈔票的價值 有沒有可能超過那100塊或1000塊 這就是非同質化代幣的特性喔 如果它有一個每一個鈔票幣上面都被打上了獨特的 獨特的不管是編碼還是圖像的時候 這一個貨幣喔 它就有兩面 一個是面額 它還是有多少錢多少錢的問題 但是另外一方面 它又出現了一個專屬於它 其實同質也是專屬於發行它的人的這個特色喔 所以這樣的一個非同質化代幣 它其實也一樣由發行者自行鑄造 但是它在意義上其實適合收藏 它不是馬上拿了就給出去換成另外一個物進來 就好像你拿100塊去買一杯咖啡 今天你拿到這個東西 你可能是拿到之後你就收藏起來 不是換出去喔 這個和常見的貨幣的概念其實不太一樣 那這簡單來說 這就是一個非同質化代幣的idea 一個簡單的想法 所以到目前為止 我們剛才那個圓餅圖三個 區塊鏈加密貨幣還有非同質化代幣 大概到這邊為止 接下來呢 我們因為待會兒有希望大家操作一下錢包的時間 所以我得講快一點 那我們來講一下NFT 就是非同質化代幣 它對於我們的這些藝術創作者 到底有什麼幫助 那大家知道藝術這個很分雜 那NFT對於其中一種類型的藝術 尤其有幫助喔 就是所謂的數位原生的 它這個作品呢 打從誕生之時啊 就不是在你這個可觸的這個現實空間裡面喔 它可能完全是你編碼出來的 完全必須被你的網路或者是電腦畫面給呈現的喔 來看一下 我只舉幾個簡單的例子喔 這都是所謂的 錄像藝術 錄像藝術是什麼呢 今天一個畫面或一個作品 它最終呈現給你的樣子 是有一個鏡框的 這個鏡框不是你照鏡子的鏡框 是這個螢幕有個邊邊 這個叫做鏡框 你錄了一段東西之後 你對那個東西做剪接 做後製 做配樂 那個東西你就算回到現場 也沒有辦法看到那個現場環境的剪接嘛 對不對 它的成品 是你這個事後著色 後製 各種後製剪接造成的 那這個時候呢 大家看到了這一些作品 如果你到現場看了這個展覽 你很喜歡 你想要買 你要怎麼買 在還沒有NFT的時候 你是要把那個藝術家那個你USB給我 你檔案丟進去USB給我 或者甚至什麼 整個螢幕搬回去 你買了之後就是搬回去 這個這件事情其實蠻可笑的 因為大家想一下 我們如果買一幅畫 這個畫不管是它的畫布還是畫框 其實已經行之有年了 畫布的材質 畫框的類型 其實本身也已經和畫面本身相簽在一起 成為一個整體 所以今天你買一幅畫 你連著畫框一起帶回去 你覺得沒有什麼問題 可是今天在數位產品 尤其是數位原生的 這個領域裡面 畫面或內容本身 它和它的物質載體 硬體 其實是沒有剛才我舉的那個畫的例子 這麼的緊密連結的 所以這個時候我們要的是數位內容 那載體是什麼 如果今天這個載體 它可以自由流通 不用透過一個現實中的東西 如果今天這個數位內容的載體 本身也是數位的時候呢 尤其另外一方面 你收藏一個作品 這個東西必須是完全是屬於你的 這個時候可以 NFT是不是就有可能有幫助 因為如同我剛才講的 它是在鏈上面 大家基於某一種共識 然後發行鑄造出來的 這個錄像藝術還只是數位原生藝術的一種 你看像這種完全有扣的做出來的這一種小東西 左上角這個真的是我買的 在ACASPAC買的 我已經忘記是什麼時候 我是覺得它小小的會通很好玩 就是一些Pixel構成的一個小動圖 這個東西你在現實中也找不到 我指的是這個會跑的小人 我們現實中沒有這種人 所以它是數位原生的 然後我覺得很好玩 我買下來 然後就是它的載體 它的你可以類比成畫布畫框本身 就是數位的 然後這個數位的東西 後面是基於我剛才講的 多個節點之間編碼記 這樣有一個共識 整個run起來 那大家可以想想看 NFT對於數位原生藝術造成的幫助 其實是非常非常巨大的 因為以前這一些藝術家的作品 其實要嘛很難賣 要嘛找不到一個適當的管道去賣 因為它首先就沒有一個好的載體 但是NFT在這方面的 幾乎可以說就是數位原生藝術 找到了屬於自己的交易媒介 還有甚至就是近況載體的部分 好我們接下來就從 這一個剛才講的圓餅圖的三分 我們再深入一點 講加密藝術 加密藝術呢 我覺得有兩個層次 大家如果去看一些比較不了解NFT 或剛開始探索一些藝術類NFT的藝術家 或作者寫的文章 他們可能會非常的focus在畫面本身 就好像你傳統去賤賞一幅畫一樣 它的筆觸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然後風格流派怎麼樣怎麼樣 可是在NFT 尤其是藝術類NFT 除了這個層面之外 它還有另外一個層面 我們把它做一個形式和內容的二分好了 在形式上 我們這個 我們先不要管下面這個結束 我們先來看三個例子 很快 第一個是一個叫做徐布亞的專案 那它的 裡面的這個算是Leader 或看板娘好了 這個 去年底 有來這邊有演講 它叫做Emily Young 然後我們很尖端的 看一下這個東西 在講什麼 其實就是一個女生 他展開一趟旅程 看是女生嗎 我不曉得 就是畫面上看到的 然後畫面慢慢移下來了 呈現在它面前的有三條路 這三條路 我們這個滑鼠Icon 都可以去選 你選了其中一個 你就是買了那個NFT 但是你買的這個動作 你忽然收藏了這個小狐狸 還是這個右邊那位女士 還是中間這個路徑 你買了這個銅子 你也是投票 投什麼 投這個主人龍 接下來要走到哪裡去 那這個網站上面 就有透過智能合約 還有各種安排 有統計 欸 原來這 這個逃避說四月結束 最多人買的 其實也就是投的 是左邊這條路 接下來這個主人龍 就要往左邊這邊走 所以這是一個開放式的劇本 大家可以參與 然後決定接下來的故事發展 目前已經確定往這邊走了 然後已經進入第四章了吧 好 我再往下 那這一個大家看一下 它是一個行為藝術家叫Marina 他把一段錄像切成大概好幾千格 每一格的動作都不一樣 那 我們可以買其中的一格 但是也可以一次買個100格 一旦你買100格呢 畫面就會被combine成一個GIF檔 也就是說總共如果有6000格畫面的話 有人一次買100格 這最後100格 combine成一個GIF檔的時候 這個6000 原本6000格的作品是不是只有600版 60版 那如果今天每個藏家都比較窮 都只買一格的話 這件作品就還是有6000版 所以大家有沒有看到 一個藝術作品 它的版次不是藝術家單方面說了算 而是藏家購藏的行動中浮動的 再看這一個 這個是Tazos這個鏈上面的一個加密藝術平台 你們買了這個作品之後呢 第一時間 其實你不知道你具體來說買到的是哪一個 你只能看到一些範例 然後你花錢下去鑄燒之後 可能隔個幾分鐘幾秒鐘 你才知道原來我買到的是這一種 它跟你看到的範例可能不一樣 所以這基本上是抽福袋的概念 我記得我以前聽寶寶朋友說的時候 也是講到這個深層藝術 也是用福袋的這個概念來講 這個是Tazos上面 這個是Ethereum 就是Ethereum上面的Oblocks 那這兩個作品分別的是林奕文和林經堯的作品 好 請問各位同學 我剛才講的這三個例子 可曾涉及畫面內容的分析 我有說到這些筆觸怎麼樣嗎 我有在討論Marina的時候 我有講到它的攝影的角度的構圖怎麼樣嗎 我在講Shibuya剛才那個開放式參與式的電影的時候 我有講到它的畫風怎麼樣嗎 都沒有 我沒有進入視覺元素的討論 傳統的狹義的藝術會馬上focus在那邊 可是在NFT 尤其是藝術人NFT不只如此 它首先是大家玩的是一個什麼 參與 藝術家和廠家其實共同構成一個整體 一個有機的整體 板刺也是浮動的 作品的劇情也是不確定的 然後呢 這看起來是一幅比較接近傳統的話 可是問題是你買下去能夠擋一下 其實你也不知道你具體買到什麼 即便是藝術類的NFT 也有很大一個層面 是著重在這種行為之間 人和人之間的關係 藝術家和廠家之間的關係 大家記得嗎 我一開始講的Web Street 我們講這種社會關係 這種生產關係 不是AI單一個生產力 AI你可以自己 我一個人就放完一本書 有些用GPT一個半小時 放完20萬字 這是你自己的事 可是NFT的收藏與創作 在Web Street的這個世界底下 不是你自己的事 好 這個是即便是我們講的 藝術類的NFT 它也有很重要的一面 在這種彼此之間的互動 那你假如當然對照到傳統的藝術來說 它比較是屬於這個行為藝術 或表演藝術的這一塊 比較不是視覺 就是你單看一幅畫很漂亮 就整個一大興趣這樣 可以說明一下左邊的那個Wildness Wildness Froad 是什麼 是 這個是這樣子 我們可以選 我們可以選它的呈現方式 它這個還不是參數 它這個比較是畫面的呈現方式 你可以有 你可以一次看到 我們上面只有六幅嗎 你可以一次看到24幅也可以 它就比較小 我這不是結那個參數的圖 我這不是結那個參數的圖 好 這個之後有空來說 因為時間有限 來我們看 還是有這個內容的部分 大家如果去看一些比較 學院派的教授 他們一開始跟大家講 藝術類的NFT 從馬上就會統合是這一塊 然後你們覺得 好像是不是比較抽象的 才是比較藝術 其實不是 在藝術類的NFT 在WEB3不只如此 那這還是一樣是林奕文的作品 然後也是一個生成的過程 大家可以看到它慢慢的 因為它本身就是要 模仿這種墨的 熨染的效果 所以它有慢慢的加深 那這本身也是這個作品生成的一個過程 好 那這個是另外一個藝術家叫 也是一樣去年底還是這個今年初 也是來這邊演講 這邊真的是 好 那它的很多作品都是這種宣言式的理念的宣揚 但是它把它做一個密碼學的重編 這個密碼學比較不是我剛才前面講的那個Crypto的密碼 它是另外一個不是加密 它是密碼 那這個是在objkt.com 這個待會我可能會在這邊傳NFT給大家 好 在這個站上面它我把它一次排開 大家可以看到某一種共同性 但是每一幅又不太一樣 那 這邊7有沒有這個名稱 畫面下面這個Status Update By 什麼 這邊後面有個7X 然後這邊有個50X 那其實就是它的版式 就是說你可以這邊有這個作品出了7版 然後那個作品出了50版 然後現在的最低價格是6500 Tezos 那個是95 Tezos 另外一個是前年底的一個作品 我們今天講AI 這就是一個AI做的作品 前年那個Mid Journey都還沒有紅 更不用講 GPT其實早就有了 GPT的1.0 2.0 它那個時候還沒有在台灣這麼紅 那這個是21年底 一個土耳其裔的藝術家叫Memo Act 他那個時候就用AI 非常精緻的混合很多造型 我們可以看到裡面有類似章魚 但它有一些礦物結晶類的東西 然後它的背景可能是海洋裡面 但也可能是岸邊 但也可能是岸邊 然後除了章魚之外 它可能混了類似牛的形狀 類似大象的形狀 其實這一陣子 不管是Mid Journey 還是Stable Diffusion的技術 都在玩這些 但是其實我覺得自己覺得 從今天的角度來看 它混的技術其實都還是蠻細的 大家看它的色調 還有不同物質形狀之間接染的那個漸層 間接性 其實是縫的非常好的 那個浮鑿的痕跡其實是不明顯的 好 我們就從這個 剛才從一開始 區塊鏈稍微帶到加密貨幣 然後我們從這個NFT 這個重要的媒材 它對人和人之間連結的貢獻 我們剛才講 藏家和藝術家之間的互動 構成一個整體 到我們現在回到了 雖然這是用AI技術 但是我們回到了比較傳統的 視覺的內容的討論 所以NFT 它在藝術上其實幫助了數位原生藝術 然後它帶動了藏家和藝術家之間的互動關係 同時它也可以不忽視傳統藝術所重視的內容 好 那我們回到NFT本身 它當然不只有藝術 它可以做什麼 它可以是通行證 你持有這個東西 你可以去哪裡 這個可以由發行者來認證 然後你持有的人 相信它你就去買 你買人就看這可以怎麼用 這個是我們去年 我們團隊 Valendaal辦的論壇 然後我們同時有出這個門票型的NFT 這個是等於我們把NFT當作一個Passport 那NFT也可以是什麼 其實也可以是收據 這個是黃豆泥 黃豆泥 它的FABDAAL的百願計畫 你們如果支持FABDAAL的理念 它會 他們其實串聯了非常多的NGO 然後呢 如果手邊有足夠的錢 他們會去support這些NGO 不管是幫他們發行專案 還是看給他們發行NFT的時候的一些意見 那我們要捐款給一個單位 在以往 你捐出去 你可能 第一個你不知道這個款項 怎麼被那個NGO來使用 第二個是你捐出去的時候 你拿到那個評證 我可能一張紙 甚至有時候其實還沒有 或者說他就在網站上公告這樣 然後紙也可能容易弄丟嘛 如果這個時候你捐的方式是用購買NFT 然後錢流進黃豆泥它所屬的FABDAAL 這個時候你拿到這個NFT 它本身固然是有審美上的價值 但是它其實更接近一個捐款的收據 所以我們看到了 剛才NFT可以是一個很嚴肅的藝術性的載體 也可以是你通往哪邊去哪邊的一個門票 它也可以是一個收據 那再來呢 它也可以用來做出版 這個是也是FABDAAL幫忙出版的高重建的著作 叫做 所謂我不投資 就是歐贏在法幣 法定我幣 這個書也很有意思 它有大概1024本 那文字 文字本身當然1024本都一樣 不然你讀起來內容不一樣 不太OK 但是1024本的封面本本 很不同 是用剛才那個深層藝術的這個概念做出來的 那它的本身的這個封面甚至也是動態的 它後面這一個 我沒有做 我沒有把那個洞圖結出來 它後面的那個金銀幣本身應該是洞的 然後1024本都不一樣 所以NFT很多功用 我們一開始是Focus在藝術 可是我們現在回到NFT本身 它還可以幹嘛 去年9月我也買了另外一本書 是Vitalic 就是以太方的 對以太方非常有貢獻的一個重要人物 它出的一本書叫Proof of State 但是呢 保存我啊 就是比較貪婪一點 我買到一個東西 我就想要掛價 這也是一個NFT方便的地方 我買了這本書之後啊 我無聊 我就馬上把它 要在這個OpenSea 以太方上面的NFT交易平台上面掛價 但是呢 系統好像給我顯示錯誤 為什麼 好 我們先賣個關子 我先往下推 另外一個 作為一個去中心化的身份 我想用另外一個例子 來跟等一下那個例子合併 這個是我去年4月的時候 在中國醫藥大學講NFT的時候 有同學們給我的一個感謝狀 他是給我的NFT 那這個講課的經驗喔 其實是專屬於我個人的嘛 但是我要把它賣出去 我有把它掛價了喔 在右下角那個 花費1110406 XTD 可以收藏這個東西喔 這個東西在技術上是可行的 就是說技術上 我有辦法把這個感謝狀掛價來賣 有人要買可以買走 可是問題是在概念上它不OK啊 因為講課的那一個多小時 是專屬於我的體驗 那這件事情就跟剛才 這個我買這本書 它不能掛價 是有關的喔 什麼意思呢 今天喔 NFT它除了是一個藝術作品的在 它除了是一個通證通行證 像門票 它除了可以用來做出版 可以成為收據之外 它還可以代表你的什麼 你的一個去中心化在加密貨幣的 在鏈上 局塊鏈上的一個身份喔 所以 剛才我買的那一本書 不能掛價 其實是代表什麼 它是一種靈魂綁定代幣 就是你買了這本書 代表你支持發行這本書的人的理念 那一個人他買了一些NFT 我們在他的collection收藏欄裡面 就可以看到他 他原來支持什麼 他喜歡什麼 這其實也代表了這個人 在區塊鏈上的身份喔 所以 剛才我講的這個感謝狀 我們固然可以賣 但它可能更適合做成一個靈魂綁定代幣 就是不能賣 它就是跟你的深刻的自我認同和價值 綁在一起喔 就可以在這個合約上 設定一個不能賣的一個選項 然後你的NFT也沒有辦法掛價 好 我一個很簡單的介紹到這邊 接下來呢 想要麻煩各位同學喔 拿出手機或電腦 我們很快的 因為大家已經有MetaMask MetaMask 它是屬於以太鏈 上面 大家常用的一個錢包 那接下來這邊跟各位介紹兩個錢包 它是屬於Tazos 大家記得我一開始那幾個 框框那個節點的圖案 其中有個Tazos喔 這個這個錢包叫做Kukai 空海 然後這一個叫做Temple Wallet 呃 老實說如果今天大家是來看展的遊客 這個觀光來看展 我可能很快的就建議各位直接Google Continue with Google 你們就可以用自己的Google帳號去辦一個錢包 這個過程你甚至不需要有助記值 大家可以試試看 用Continue with Google來註冊 馬上就會有一連串TZ開頭的一長串的錢包地址 那這一個呢 我也建議大家來注冊 來開設 這個就沒有辦法用Email去做 這兩種方式 一種是用Email很快的 不需要經過相對繁瑣的程序 就可以開設錢包 那這個需要 它是那個 那個網站的擴充 大家可以試試看 那各位 前三位 我可以 KUKAI的連結是KUKAI-APP 然後TEMPLE WALLET 應該是TEMPLE WALLET 大家就是留意一下 那個要記得點對正確的網站進去註冊 然後大家也許可以幫我掃一下 這個QR Code 待會大家前三名註冊好的同學 你們在這邊前三位的錢包留下來 我們那個待會我空投NMT給大家 就前三位喔 我沒有這麼多NMT喔 然後 註冊完會是TZ開頭 來喔 現在我就 大家邊註冊我邊講 那待會就可以看到 這個在TESOS鏈上面 他的加密錢包的地址大概長什麼樣子 好 我先 回到剛才這一個 區塊鏈的部分 在TESOS這個鏈上喔 所有的金流 就是說我傳送多少錢給誰 我買了多少錢 所以我買了一個東西 這個錢給了那個賣家 然後這一個NMT來到我的錢包 都可以在這個TESOS Blockchain Explorer上面找到 他的所有的金流紀錄喔 這就是區塊鏈厲害的地方啦 就是我們很方便追查資金的流向喔 然後在這個收藏欄上面 只要打 只要你 填入你的錢包地址喔 都可以看到那個錢包有什麼 動作 那這個是我 大家可以看到我的錢包 這個 左上角這個小貓的頭啊 這TZ開頭 還有EI35AG 最後是UT3H結束的 那大家如果有錢包 然後也有一些交易的話 都可以在這邊查到自己的一些過往的動態 也可以去查別人的喔 這個是公開的 那我們回到OBJKT 待會我會在這個網站上 投三個NFT給剛才前三位留下錢包的同學 那我最後這邊喔 特別講一下 這一個 在Web3的網站上面去買東西 跟我們在Web2上面有什麼不一樣的 大家幫我注意一下 那個 大家幫我注意一下 右上角的那個 是不是有一個SYNC SYNC 大家也可以 可以登入OBJKT.COM上面去看一下 那這目前是 我去看我自己的資料 我有OWN的哪一些NFT 我收藏哪一些 那請大家注意喔 按下那個SYNC的部分 就會跳出錢包的選項 那我現在畫面上大家應該有看到 我剛才請各位 我剛才列了兩個錢包 一個是KUKAI Wallet 在中間這邊 另外一個是TEMPO Wallet 在網站上面 各位基本上 點右上角的 或是某一個 類似傳統上的登入 Login 但是我覺得更確切的是SYNC 不過都可以 或者說Connect Wallet 基本上都會跳出錢包的選項 那我們在這個 OBJKT.COM這一個 NFT交易平台上 我們按SYNC下去 會看到錢包的選項 那就看大家剛才註冊的是KUKAI 還是TEMPO Wallet 然後你已經有錢包的話 你就選擇它 那下一步 就會跳出密碼 你選了其中哪一個錢包 我是選TEMPO Wallet 然後跳出來這個部分 因為我同一個錢包 我有兩個以上的帳號 所以會讓我選 我選其中一個 然後會有這個加密的這個流程 所以要簽章 然後 右上角剛才SYNC的部分 就出現我的那個貓頭了